荣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减免一定的伤害 在我们的英雄属性面板 可以看到护甲值 而后面的百分比数值 就是减免的伤害 那么王者荣耀里 伤害机制究竟是怎么算的呢 我们举个例子 鱼姬的攻击力为407 物理穿透为0 亚瑟护甲为400 能为亚瑟减免40%的伤害 也就是162点伤害 那么最后鱼姬打到亚瑟的 最终伤害为240左右 那么有小伙伴就会问了 如果英雄穿透值 大于敌方护甲 会提高伤害吗 我们做了以下测试 鱼姬的攻击力是492 暗影战斧能给15级的鱼姬 增加200点固定穿透 而三级亚瑟护甲只有141 但是鱼姬的每次普通攻击 都没有超过492 所以事实证明啊 物理穿透溢出不能提高伤害 这也是为什么 大部分技能输出流英雄 在面对脆皮时 都会选择暗影战斧 因为一般脆皮 都没有那么高的护甲值 而想要提高伤害 则可以购买增加攻击力的装备 如果我们同时购买了 暗影战斧碎星锤 那么伤害减免机制 又是怎么算的呢 系统会优先算 暗影战斧 或者百川明文的固定穿透 其次 再来计算 破晓或者碎星锤的 百分比护穿 另外 护甲越高 伤害减免收益就越来越低 当护甲堆到600时 就能减免50%的伤害 但是面对携带百川明文 破了破晓碎星锤的英雄时 显然是不够的 那我们该如何选择护甲 装备收益最高的呢 大先在此告诉你 比如花木兰凯这类半肉型英雄 在需要护甲的同时 还需要血量支撑 所以在出防御装时 可以优先考虑不强征兆 而纯肉坛 本身护甲与生命值就比较高 尤其是项羽这类 自带减伤的肉坛 可以先购买极寒风暴 但是像白起刘邦这种生命值 有技能收益的 会持续作战的肉坛 则可以出红莲斗篷 另外不强征兆的寒铁 和极寒风暴的冰心 被动效果是可以进行叠加的 是可以同时输的 但是当护甲堆到1300以后 增加生命值的装备 收益要远远大于增加物抗的装备 这时就可以选择出魔抗 或者霸着助装了 看完这些 面对琳琅满目的装备 小伙伴们是不是不用那么焦急了 好了 本期资讯我们到此结束 王者镜头车为风 余大仙都得摸 我是双大仙 没玩七点半都一六个半 咱们不见不散